在第一板截的时候把球取到了安安西的脚下 所以比较轻易的得到了这一分 40比15 两个人在第三盘当中 反而各自的发球局比起前两盘拿得更轻松一些了 对 只是说双方的体力也都有所下降 可能把更多的精力和体力都集中在自己开球局当中 因为在第一盘和特别是第一盘当中的 的确双方拼的也是比较厉害 多次打出精彩的回球 最终的双方打到抢7之后 2加7是第一盘7比6获胜 这是费德勒得分的统计 正手16分 反手7分 那么再往前得了12分 发球19分 因此他整场比赛已经得了54分 对 这54分就是说都是直接打死阿加西 没有让阿加西碰到球的得分 看来他的正手的确是比他的反手发挥的今天要好一些 那么阿加西的这个得分呢 显然比起费德勒就少很多 正手只有3分 反手是7分 往前2分 发球是5分 因此阿加西主动得分的只有17分 但阿加西在另外一个环节 就是发球的成功率和得分率确实很高的 如果我们单看刚才技术统计 我们看为什么费德勒主动得分 有54分 阿加西只有17分 这场比赛打得还这么接近呢 一个就是说费德勒当然他的这个 飞车负用失误也是要多一些 但是光在这个飞车负用失误多一点 他不足以让阿加西能够 他的比赛一直被吃得很近 这两分打得现在还非常的接近 阿加西主要是他的很多一些得分的来源 就是来自蔡总 过时费德勒出现的失误很多 就是你球拍被赞到球 没有等直接打死你得分 但是你在被动的情况下 你这个回球呢 有时候通常会出现很多的失误 这就算在了受迫性的失误 这个可以懒得 刚才这个技术统计不错 因为有些人很难判定 它是非受迫性的失误呢 还是受迫性的失误 现在是0比15 所以他这个作品叫做 你能断定他是完全的非受迫性失误 毕竟阿加西还是打得比较凶 所以说出现失误 今天场上这几个小伙子也是非常的活跃 他们身上写的阿加西的名字 不断地在给他 苦劲 收迫性的失误 收迫数 哎呀 收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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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比30 哎呀 出界了 15比40 现在对于阿加西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讨厌了 而且这个发球局呢 还是阿加西自己发挥的不是很稳定 当对方拿到了三分 有一发又没有劲 哎呀 东西丢掉了这个发球局 所以我们在今天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看到好多次双方这种之间的互相回合 记忆力的问题我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说他之前就自信能够 他的发球突然间下降了 也没有信心能够跟对方展开一种多拍的相似 就是我想在前三板两板啊 就想把教组打得很开来得分 这样的话 他的失误也是增加了 而且刚才阿加西上一个发球局还是考到了发球 三个发球连拿三分 打得非常的好 突然间之间他的发球的成功率下降 那么如果费德罗拿下这个发球局 他也就获胜了最终 刚才阿加西啊 他应该是达到了他体能的一个极限 他应该是达到了他体能的一个极限 阿加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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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30 啊 林伯斗菲的汗能不能够打爆住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 今天费贝勒在第一盘当中就是 也是有两次 破了对方的发球剧之后 丢掉自己的 然后双方打到抢7 15比40 30比40 哎呀 这个怎么摔 这个自己送给大家